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我是阿哲 台北股市在6月29號再次出現了破底的一個現象 並且當天是一口氣跌破了萬五的整數大關 而近期包含像是聯發科、長榮、陽明等等的個股 在除完全期過後目前都呈現了一個嚴重貼期的情況 台北股市可以說是進入一個非常疲軟的階段 那麼在台北股市跌破了萬五的整數大關過後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再次出現加速管理 極低的一個情況呢 接下來就讓吳越展老師來幫各位好好介紹 字幕提供 展哥 近期台股真的是很弱很弱啦 旁邊上不管是傳產股啦、電子股啦、金融股啦 通通都面臨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個下挫 而且旁邊上基本上是完全無阻流啦 基本上是群龍無首嘛 所以說展哥 現階段是不是真的進入了一個所謂的加速乾淨的階段了呢 其實我們從我自己的操作啦 我好像是從6月16號吧 第一次 我們講這兩週啊 有三次、四次無差別性的沙盤 是 其實第一次我就開始初心持股 不過當然中間後面有做一個短線 但是其實吳 無差別的沙盤一路再現 然後到了昨天 昨天你是跌破一個重要的關卡嘛 是 跌破萬五之後就直接往下再踹了 所以這個狀況啊 坦白說就是 搭配我們上禮拜 我們上禮拜一直講破底就要走 是 破底就要走 那大盤是不是就 馬上 昨天就破底了 是 那今天我們錄影的同時其實又在沙盤了 是 又真的在加速乾底 但是這個狀態啊 我們真的還是要特別注意啊 提醒投資人 在這個狀況 破底完 我如果以週限的角度來看喔 其實真的比較明確的支撐會落在這裡 萬三這邊喔 對 但是 當然我們不用預期說會這麼遠啊 是 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間還是要等待 所謂底部訊號出現 我們才來做進場 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 那展哥 布老師我想打個岔 你所謂的底部訊號出現 稍微提點一下 展哥 有哪些底部的訊號呢 其實常見的底部訊號啊 第一個齁 我們講最近的融資維持率都已經偏低了 是 然後融資 昨天晚上大概減30億 其實不算多 嗯嗯 但是以融資維持率 跟那個融資餘額 大概都是屬於這近幾年的一個相對低檔的位階 是 所以再往下殺 如果有一個下殺取量 那代表有人進場接有人在砍 有人願意換手了 對對對 下殺取量這是單一K棒 可能會發生的底部訊號 這是可以注意的 是 然後當然低檔的我們講K線理論 低檔的所謂吞噬線 是 或者是低檔的導狀反轉 類似這一種 或者是我們講成星 這些的訊號 大概都有可能是底部訊號出現 是 但是我覺得對於一般投資人啊 你在判斷K線的時候不見得這麼準確 所以如果給一般投資人的建議 我會覺得 大盤再站回我們五日均線 這才是一個短期能夠進場的一個機會 所以展哥 所以我們延續到上一週所提點到的 目前整體大盤啊 均線也被破壞了 心態也持續在破敵喔 所以說現階段投資人 是不是真的應該就是先跑再說咧 其實我真的會建議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上週就一直講說 疾病的症狀嘛 是 然後有帶大家去看一些股票 所以你說均線的慣性跌破 然後心態破底 這些 說真的這個禮拜 在台股 整個大盤就長這樣 是 所以真的要非常注意啊 因為 我們看 無差別性的殺盤的時候 你是連閃都閃不掉 是 你不要想說你手上股票很好 基本面多好 你就現在都照砍不誤 我早上來之前才再掃一遍啊 很多電子股跌到本一筆好像是假的 是 跌到個位數本一筆 我想說哇天啊什麼狀況 但是 OK 反而啊這時候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 極速下殺 整個投資價值就會浮現嘛 那你這個時間點 反而是應該要怎麼樣 想辦法保留我們的現金 我們才能找到下一波進場大賺的機會 因為真的有大跌才會有大漲 是 所以展哥你給各位投資人的建議是 遇到所謂的軍線關係被破壞 現在破體的情況 投資人真的應該要先砍再說 對啊真的 原來是想 那麼展哥其實 目前這一波有很多的投資人 都是抱持著所謂的搖民這場個股 現在賺取所謂的一個填息行情 不過現在還是在破底 也呈現了一個嚴重貼急的狀態 所以展哥如果要給這些投資人一些建議的話 展哥你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們上週就 就開始講 就講這一檔嘛 是 其實我自己節目也提醒過非常多次啦 這個位階就是關鍵架位嘛 我們把它畫出來的話 其實破底你第一時間就要跑 這個是一個狀況 然後這一波還有一個反彈逃命波 是 有沒有 又點到這個壓力的位置 馬上又下來 是 所以啊 你錯過這個點 會不會再上去 我真的沒有把握 但是 你有沒有可能再破底 破這個位階 蠻有可能的 就有可能 因為 現在他的融資為持率 你看這個是 前一天晚上齁 今天是 今天是7月1號嘛 這應該是6月29 晚上的數字 所以昨天又跌了嘛 所以130 你說 融資為持率跌破130 就要開始margin code 對 然後你這個margin code是兩天不繳 他就會幫你砍 券商就幫你動手 所以啊 精明兩天 可能還會面臨所謂的 斷頭賣壓 斷頭賣壓 所以 這個狀況 我會建議啊 這個時候砍 你當然有可能 砍完有可能遇到反彈嘛 是 但是說真的你在等的時候 你就算在這裡震 它會是下一波的主流嗎 我會覺得這幾率都不高 因為我們過往股市的經驗 每一波每一波都是新的主流 所以去年的主流 對不對 航海王鋼鐵人 是 這一波下來是不是都疲軟了 嗯 它有可能再帶下一波嗎 我會覺得機率相對低 所以我會反而建議 這邊就算在這邊震盪 你砍完又反彈 或者是砍完又破底 你都該砍 會是比較單純的做法 那雖然會有點 會很痛苦啦 是 但是其實說真的股票還是很多啊 我們拿錢回來有機會再賺才是一個重點 原來是這樣 那麼展哥 除了陽明這檔個股以外 就是說包含像是 欸 長榮應該也是採取這樣的一個操作策略 趕快先執行停損 趕快先把現金套出來 等待下一波買進的機會囉 對 其實長榮真的也是嘛 是 這個我沒有留年限的慣性 大家可以回去看以前的節目 是 其實在跌破年限之後 我就一直提醒投資人說要出場 但是 我不知道到現在還有多少人是持有的 是 但是真的持有的話 這個位置有畫比較短 其實 他在這個位置大概還有一個前低的位置 是 所以你看他跟陽明一樣 就會反彈到壓力區啊 然後就跌 嗯 所以 等於是之前的支撐變壓力了 是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要特別注意 而且他很快啊 我 而且你看提醒一下 我這個都是用還原的 還原全值的日線圖 是 就是把整個那個 那個 配息的部分 配息對有還原 是 所以他這個會比較接近真實的持股成本 是 所以在這個狀況 你說他要往下破底 恐怕也不遠喔 恐怕也不遠 而且你看他現在的農資維持率是明顯 剛剛陽明還130嘛 是 他已經126啦 所以 已經在 多殺多 是 已經在多殺多 所以這個狀況真的要小心 然後當然有些同學可能就會想說 欸 多殺多我是不是可以進去減反彈 嗯哼 如果你要做短線的 你要記得 這就叫短線 是 搶反彈就是搶到要跑 沒搶到也要跑 就跟搶銀行一樣 就跟搶銀行一樣 但是當然我 比較不推薦逆向交易啦 是 比較不會這樣建議 原來這樣 不過展哥 上一週明明市場才在傳 欸 老船長的所謂的台蛙頭弄 才才剛剛又大買了所謂的航運股啊 不然是長榮也好 陽明也好 通通都有買啊 難道說這一次老船長看錯行情了嗎 手中持有所謂台蛙頭弄的頭震 又該怎麼辦呢 欸 你看他一樣啊 都是破底啊 都是關鍵價位都是破啊 所以當然 嚴董在是 在行業是老線角啦 這我們 沒什麼好特別講 是 但是在股票市場 還是有股票市場的規則 我相信 其實坦白說 我是相信真的 傳公司的行情沒有到這麼慘 是 就是他們的獲利能力等等 是沒有這麼慘 但是你在股價上面 它是怎麼反應的 所以我們是投資人嘛 是 我們不是相關產業的人 公司真的賺 一年賺80 EPS 80塊好了 但是 我們股價如果從 對 150跌到80塊 我們 那公司賺錢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是要非常注意啦 所以你說台灣投控這種狀況 其實破底了還是要非常小心 去注意 原來是這樣 那麼展哥如果說 就連原本 今年以來 最抗跌的所謂的航運股 都開始持續 面臨到破底 而且挺損的一個壓力過 所以說目前整體市場 是不是真的已經來到了一個 現金為王的階段呢 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 當然我們上禮拜一直提醒 當段不斷反售其亂嘛 是 但是 坦白說我覺得危機是轉期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很多的股票殺到的那個本益比 根本就是 我覺得就是不合理啦 是 真的是不合理 但是 我們會不會進場直接去撈底 拆底 大概操作上我不會這樣子去做 但是 我們 重點還是什麼 如果你現在手上是持股的 是 那你現在就會非常痛苦 你就真的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到最後可能就真的APP刪掉 想說等 等 等是不是有奇蹟發生嘛 反正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但是我會建議啦 如果你想要長期留在市場 那其實應該是要有彈性的 是 真的虧損的股票 把它賣出換成現金 我們才有機會再逮到下一波 是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 我們同樣的狀況 同樣的道理 我們怎麼找下一波的股票 所以說展哥 你這邊其實也留下了一個 所謂的伏筆囉 您認為現在旁邊上已經有一些 所謂的一些主流族群開始浮現囉 對 我覺得可以這麼思考 因為其實我們從技術面的角度 我們前面講停損嘛 是 是不是破底 頭部成型破底我們要停損 那我們反過來嘛 下一波可能變成領長的 是不是就是底部成型 有機會往上走的 是 那當然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我個人操作啦 我還是比較偏向 營收有成長 然後公司是獲利的 就至少有基本面的支撐 因為 當然有很多標股啦 大家也很喜歡 但是標股的話 我大概就不太可能 那個 帶同學去操作 因為沒有基本面來做支撐 對對對 所以 底部成型 然後營收成長 然後公司有獲利 這大概是我比較選股會集中的標的 欸展哥那現在 旁邊上已經有這些個股 開始做浮現了嗎 目前旁邊上有哪些的個股 是有符合您這邊所提到的一些選股邏輯呢 那其實像你看這一檔 劍橋齁 是 其實劍橋 你看這個位階 其實就是一個 那個底部成型的樣子 喔 有人幫你買上去了 對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很明顯的原型底 是 或我們講叫晚型底 對不對 那所以這裡的突破 其實就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是 那劍橋大家 應該最近新聞又看到啦 因為其實我們在推薦的時候 比較早一點點 最近大家都知道它是做學民藥的嘛 是 然後當然它的什麼 艾克潭是不是 五月營收 就Omicron的影響 所以 有推升它五月的營收 然後估計未來也會不錯 是 所以你看在底部成型之後 它是不是就變成是反而就拉出一波行情 是 不過當然 在這個階段 大盤不好的階段 它也會受到影響 這也是會的 但是我們現在 我不是說現在我們馬上進去減嗎 應該說我們找到這些股票 等到大盤有落底 有穩定的時候 這種股票一定就是率先噴出的 我認為就是過往的經驗一路看就是這樣 然後像下一檔 下一檔菲傑其實我也是 之前就有注意 是 對你看它是不是一樣都是底部成型 嗯 對不對 然後當然這延伸跟過去還有一個底部 大的底部 是 然後這裡突破 因為大盤不好它也跟著修正 但是你看這裡又站上之後 是不是又拉開來 是 所以像這種股票 也許 你看大盤不好要再拉回來 是 再拉回來到這邊 是不是又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所以這個部分啊 我會覺得 我們在操作上面 其實有時候不要想得太複雜 是 因為我們說破底 因為很多同學 有時候來問我們持股見證的時候 我就會說 其實你看 這個線型 你覺得它是走多還走空 很多人他自己回答走空啊 是 走空你為什麼要買 走空你為什麼還要爆 有時候真的就是很這樣 就是我們自己在持股的時候 我們會陷入到那個股票的氛圍裡面 是 但是 有時候問一句話 就真的會驚喜夢中人 是 就是這個股票到底走多還走空 是 不要講說你學過多少技術分析啊 其實真的就直覺看就會 嗯 所以這個狀況啊 我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在空頭的股票 我們還是盡量避免 開始把錢拿回來 因為加速趕底絕對是好機會 是 喔 那麼展哥我想補充一個問題 您最後所介紹到的這兩檔個股 包括這檔的飛結以及劍橋等等 欸其實目前都已經有來到一個 創一個短高的一個階段了 對 你會給投資人的建議是 應該等拉回再來做低接囉 對啊當然 因為現在 我們第一個 我們操作的重點啊 一定要尊重大盤 是 我們一定要順勢而為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講說 不要逆向交易 是 這種狀況就是現在大盤還是偏空嘛 是 但是我們剛剛講了 如果大盤走到 欸 站回五日線 那是不是有機會 站回五日線比較走多喔 這要特別提醒 站回五日線叫做短線反彈的行情 是 但是反彈的行情我們可不可以做 還是可以參與啊 因為一定是從短線的反彈 才會走到回升嘛 是 甚至走到波段嘛 所以這一波你看 其實整個的狀況 經濟的狀況 我覺得失業率的狀況 我也一直強調 我覺得全球失業率都沒有不好 對不對 那在這種狀況 你說真的會面臨一個硬著陸或衰退嗎 我覺得可能也不盡然 是 但是我們在股票上面 我們觀察它整個走勢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從反彈開始做 然後一步一步 越做越多 類似這樣的操作方法 會比較安全 那麼展哥節目的最後 請教你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在上一集節目當中 也有提到一個觀點 就是別人在恐懼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要貪婪嘛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展哥 你認為目前整體市場的情緒 到底夠不夠恐慌了呢 其實我覺得快了 快了 因為前面啊 我們都會看VIX指數嘛 現在大家也都會看 其實VIX指數還沒有到很高 是 但是喔 你看 如果這兩天 昨天還不夠高 因為昨天融資才減30億 是 如果今天再殺 融資再洗出來 其實 融資幾乎都已經來到過去幾年的相對低檔 是 不管是維持率也好 不管是融資餘額也好 其實都來到過去幾年相對低檔 那這個位階 如果再做一個 無差異的沙盤 把一些幅額再洗出來 那有沒有可能就會形成我們講的 落底訊號 落底訊號出現 是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要觀察 但是永遠記得一點 我們不逆勢交易 就在跌的時候 我一定是等他看到他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我們才會進場操作 原來是這樣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展哥針對 所謂破底 以及一些個股幫各位所做的介紹 大家也可以持續來多做留意跟觀察 那麼各位如果對本期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對手中的持股 不知道該如何進行停損以及任何的操作 也都歡迎直接加入展哥的Line 8來做詢問 展哥是一位非常熱心的老師 任何的問題馬上來做請教 展哥都會親自來幫各位進行解答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和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這一集理財總統也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們我們就下期再見囉 掰掰